大家好,我是金融店远线 今天故隆建速研究 零九点是 不优好与牛子的 库楼梯的念念不同的特点 今期的念念就是 这些落洞建速 只有库楼梯 可以上楼顶 主楼梯是不能上的 很重的 我们先看A楼 A楼梯 在三楼上 到这里就 震入内部 它就和内主楼梯 相位合 幅床就是幅床 幅床就是幅床 幅床是内主楼梯的空间 幅床是内副楼梯的空间 幅床是内副楼梯的空间 所以它是 外副楼梯 到一半的幅床 和主楼梯 再形成内副楼梯 通过这幅床 就通过这幅床 上楼梯 通过这幅床 就上楼梯 这幅床 因为它的中式和主楼梯 不同 幅床是幅床 所以幅床定义为内副楼梯 在这幅床上 通过这幅床上 那幅床就出来了 那幅床就是它的楼顶 楼顶就是这样的样子 那幅床 要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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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那幅床是应该拆住的 我要再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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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上意思就是 你这边 或者说功能主 就是这边楼顶室间 它和副楼梯是同一只 功能组 那边主楼梯豪和非楼顶室间 它又形成功能组 这些都是相匹配的 副楼梯又匹配平庸 然后又匹配这种楼顶室间 这个有什么用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副楼梯的特点去引发思考 因为副楼梯 我们之前说过 它是中式比较低 而且呢 就只有它通用楼顶 楼顶室间 与此同时 它桶次还是低的 因为主楼梯的问题 我们就可以把这种特点 试试一下 然后再猜测一下 我们之前的猜测 就得到一次的证试 就是这个副楼梯 它是符合那种 低等人员 博人 用人使用的 而且呢 又符合它们的身份特点 我们继续讲 B档 B档的内主楼梯 就在那边上 上上上上上 上到那边上 到那边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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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上去 我说 为什么要加一张区 因为那张 本身我应该是 在四楼照的 但四楼我不是照的 所以要加一张区 在四楼的空间 那张二楼和四楼的内容 和它的结构 差别不大 唯一的区别 就是二楼的直楼 是六地的 四楼没有六地 就像这样 那张图片 去分析 也没有影响 四楼的效果 所以说 必须想上楼顶 必须想上楼顶 可以从地面 在地面入 在地面直上 直上 直上到楼顶 某个人 就要在主楼 在主楼 像我刚才说的 直上到四楼 上完四楼 然后通过内楼 走到内楼 然后再向内楼的 左拐 左拐 来到这里 来到内裤楼梯 所以必须在二楼 三楼 四楼 内裤楼 都可以和主楼 相连 通过内楼 通过内楼 连接两者 四楼 四楼 四楼同样 在地面上到四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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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面上四楼 主楼梯就不可以和它 上楼顶 要上楼顶 要走入这个室间 这幅床 这个室间就是它 那里位置 在地面上 入到它的位置 就能和内裤楼梯间 通过这个楼梯间 上楼顶 就通过这里 这样上楼顶 在这里上楼顶 通过内裤楼梯上楼顶 7楼梯就是这样的样子 同样的楼顶 也是有这种 小小的房间 对于四楼来说 你上楼顶 它就有两个途径 首先第一个途径 就是通过主楼 通过主楼 通过主楼 然后鎮入内裤楼梯间 然后通过内裤楼梯间 就上到这个楼顶 又或者你走附楼 就行附楼 因为它附楼的天桥 是连通主附楼的 你在附楼那边上楼 然后在那里天桥过 天桥过 一过过来 那段就连通它的内裤楼梯间 这样 又通过这个楼梯间 上到楼顶 所以它是有两个路径 在正面 低红 低红 就是它的内主楼梯 你在第二楼 去旁六楼 去旁六楼 aparece两楼 又 primitive是我上楼顶 要 changes how we are 通过内�od 通过内裴 进入内裤楼梯 从往内裤楼梯 通过内裤楼 才上楼顶 上楼顶 就是这样的样子 就是这样的样子 那里我们试试一试 我们看到IBC楼顶 楼顶有一只小小的缝银仔 但这里是没有的 有没有缝银仔 它是影响到刺顶层隔热层的花葱 那里以后是要缝的 那里太多了 试试试一试 这里上面是没有缝银仔 大家都可以看到 这一层先攻北楼 北楼同样是在二楼上下 通过内阶楼梯上到三楼 上到三楼 那里不能再上去 你跳上去就走向这只缝银仔 这一走入就是那里 那里就是内阔楼梯间 就是通过这一楼上楼顶 上楼顶就是这样 南楼也是差不多 只不过它的楼梯 最后一段有点不同 就是上一期的楼梯 在内阶楼梯 从而上到三楼 上到三楼 你不能再上去 要上去的办法 就通过这一楼 在那里 走入左边的缝银仔 就通过在这里 走入到左边 它就是内阔楼梯间 通过内阔楼梯间 上楼顶 上去就是这样的 这一楼梯 我不是按照收线后 所以就站在收线前 一上去 就是那一楼 一上去 一七楼 就是这样的 那里我们要注意一下 它南楼北楼 因为它分南北楼 既然南楼北楼都有内阔楼梯 所以它很自然的 就有两个楼梯间 就在这里为止 它就是南楼的内阔楼梯的七口 那边是北楼的内阔楼梯的七口 说到F F的主楼梯之一段 就是通过地面上去二楼 它就没有内阔楼梯 那这样就一上一入 在这里一入 一入到室间就在那里一固 一固 一固一妖 那就是它北边最大的室间 有点像教室 所以那里有可能是震收位 没有怀疑震收位 比较大 比较康阔 然后通过那里 一走入那里 一走入那里为止 走入那里 那那只楼 那只楼就是那只楼 所以呢 它走入那里 就在那边的内阔楼梯的楼梯间 就是通过内阔楼梯去上楼顶的 上楼顶出来 就是这样的样子 那就是 尽管它楼顶是有一只小小的 符巾仔 虽然这个楼梯 这个符巾仔 它卖完样子 就 多一半 就不知是什么东西 不知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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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它有 顶部有这个符巾仔 但是呢 由于它整个 F档 它是什么 所以 有没有这个符巾仔 也不会影响它的 隔夜层的发送分配 因为它乘动 它根本就没有这一样东西 它没有这一样东西 就很自然 就 就探望上 影响吧 对吧 那里的 我们就为了一下 就是 为了一下楼顶的 这个资讯就是 6栋 就是IBCF栋栋 这四栋 楼顶是有符巾仔的 那 这两栋楼顶是否有符巾仔的 是否有符巾仔呢 是影响它这个继承的发送分配 以后 以后 以后到那点了 那我们就 简单总结一下它这个 副楼梯的特点 就是通过上面的公解 就是首先它 是 可以从地面直接上到楼顶 它是没有需要 要经这个主楼梯的 就是它有独立性 它没有需要依赖主楼梯 它就是 副楼梯 就是能够单独的从地面上到楼顶 所以它主副楼梯 功能上 它是互相独立的 它没有需要互相依赖 第二个呢 虽然它是互相独立 但是呢 这个副楼梯 它在每一层 它又可以 和主楼梯相连 通过来路 或者一些走路走道的关系 是互相连通的 第三个就是最重要 它就是有者只有副楼梯 可以上楼顶 主楼梯就可以了 有者只有副楼梯 首先就是强调它的存在性 就是有 有哪一个楼梯 然后呢 再强调它的唯一性 就是只有副楼梯 才能够上楼顶 主楼梯就可以了 第四点 就是之前也说过很多次 也说过很多 就是副楼梯 就是中式简单 就比较符合那种低等人员的特点 同时也是从侧面 能够体现得到 它这种建筑的 它有这种主重 主刺的这种区别的区别的区别 最后就说它 因为它一档是两梯的 除非它可以体现出这种等级区别 它同时又可以有些伺服的功能 那这个就不单单是副楼梯的特点 反正都是整个 它没有很多牛子落洞建筑的 楼梯的特点 它都是一档两梯 一档两梯 就有这种功能 今期就说完了 多谢大家收看 下一期可能会更详细的 讲一些楼梯 中式方面的东西 反正还有很多东西 就这样吧 拜拜